编译孙宇清综合报道 中国制造的假疫苗问题愈演愈烈 继长春长生 武汉生物的丑闻后 陕西上落实近日又传出多宗儿童接种过期麻塞丰疫苗等 当地政府以联同势力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安部门成立专门小组介入调查 综合中国和香港媒体报道 陕西省百度 天天快报多个网络论坛 三日出现名为疫苗凶猛 陕西上落发现多例儿童接种过期疫苗 人数还在增加的爆料文章 文中指当地多名儿童接种过期麻塞丰疫苗 即麻疹 流行竞赛现炎 丰诊 德国麻疹 三合一疫苗 从网上流传的真卡及民间疫苗平台查询结果显示 最初是一名家长发现 孩子在2018年3月1日接种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批号为2101600001013的麻塞丰疫苗 有效期限为2017年7月14日 早已过期半年 接住 其他家长如法炮制逐一查询疫苗情况 竟发现自2015年起 孩子接种的全是过期疫苗 当中包括疫情肝炎疫苗 逼肝疫苗 卡戒苗 几灰疫苗 麻塞丰疫苗等 同时也发现有长春长生公司批号210160万03007-02的白白破疫苗 几百日咳 白吼 破伤风 三合一疫苗 有效期为2018年3月6日 但孩子是在4月27日接种 过期超过一个月 随着丑闻曝光 大批网友留言热议 也再度引发更多家长恐慌 急忙查询自家孩子接种的疫苗 又无问题 不料竟发现有根本无法查询的疫苗 例如 A群流脑疫苗及疑脑减毒活疫苗的生产商和实际有效期限 即查询不到相关资料